台電首座雲端資料中心赤資15億落腳彰化 9日舉行開工動土典禮 為台灣智慧電網基礎建設揭開新頁 更是展現台電數位發展決心 達到台灣能源轉型的至勝關鍵 彰化的綠能是一個重要的舉例 台電公司也希望這個資料中心用100%的綠能 意思就是說它是一個綠能為主的資料中心 那台電的資料處理 台電的智慧電網 台電的數位轉型 都是從彰化當作最重要的基地 那我們非常高興今天這個儀式 我們彰化現場議長都來一起參加 代表的是台電跟彰化現的一個連結越來越緊密 那我們也希望在建設的過程當中得到現狀的大力支持 未來台電在彰化的建設上面 我們也會有一個適當的一個委會 彰化雲端資料中心是彰化縣首例取得 維老重建獎勵的工友建築物 也是繼2013年Google在彰冰工業區 設置全亞洲最大資料中心後 台灣首座大型雲端資料中心進駐彰化 創造彰化在地就業機會 並持續深耕彰化資訊軟實力 第一次圍牢的一個獎柱 我們在7月核准了他們的一個猜見 9月就核准了16%的一個圍樓 所以在這邊也希望我們鄉親 對於我們這個老城市的一個 怎麼樣的更新也好 圍樓的一個獎勵也好 也希望鄉親能夠把握這個機會 讓我們整個都市的一個風貌 能夠更加的一個不一樣 那我們也期許說透過這樣的一個資訊中心 能夠導入更多的軟實力在彰化 台電它是一個政策的執行單位 一直都是跟民眾站在一起的 那也是跟我們先右一樣 跟民眾是站在一起的 我們要來確保 供應這個電力的無語 不管對於工業界也好 對於商業界也好 對於民生用力也好 能源產業絕對是台灣的重要的造源產業 我剛才講了十分之一 兩造光是進口 當然不算我們這邊後來人工加進去 有能挑 這些如果都變成自製 它會是台灣絕對是名列前茅的重要產業 這個產業我們怎麼樣好好的來經營它 結合在地的能量能夠來共同發展 這是我們要推動也要持續努力工作的地方 因應國際減碳趨勢 發展再生能源已成為台電首要任務 彰化擁有充足的太陽能及風能 是台灣優質的再生能源場域 而彰化雲端資料中心的建置 更將再生能源與智慧管理結合 成為電網穩定供電的一大強心針 工藝頻道許維珍彰化採訪報導